经济观察网 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 位于北京朝阳北院的中国铁建国际城 154套住宅将于9月21日开始竞价 面积在74平方米到101平方米 主流面积为74平方米和81平方米 底价从633万元到864万元不等 这次154套房源 产权单位为北京市朝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以下简称朝阳区住建委 也不存在一般法拍房常见的地雷 均为毛坯房 多个知情人士透露 早年中国铁建国际城一部分房源 被朝阳区住建委等多个单位回购 计划用于解决职工住房问题 2012年底8项规定出台后 计划暂停 房屋一直空置至今 最近这部分房源将陆续上市 包括行政事业单位 也包括国企单位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相关住宅转让 均严格按照国有资产处置流程 进行公开挂牌出让 转让154套住宅 中国铁建国际城西北角市13号楼 在二单元门前 两名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工作人员 负责接待前来看房的人 并接受咨询 有关竞价的事项和细节 目前13号楼二单元八层 作为样板间 接受实地观看 从样板间楼层来看 两堤三户由一套三居室和两套两居室组成 其中三居室为西南户 两居室均为南侧户型 也有南北通透的两居室 154套住宅 主要分布在13号楼和5号楼 其中13号楼有109套 分布在一单元和二单元的1-19层 一单元还有其他住户 二单元住户相对较少 5号楼有45套 分布在两个单元的1-21层 居有其他住户 小区环境幽静 绿化率相对较高 楼与楼之间布满各类植物 小区的活动空间和道路 则穿插于绿化中 贝壳数据显示 中国铁建国际城二手房挂牌 均价9.37万元每平方米 根据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布的信息 154套房源所属的 中国铁建国际城项目 建成于2011年 总建筑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 拥有1400个停车位 平均单价为87357元每平方米 报价时间截至9月20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显示 房屋所有者为朝阳区住建委 挂牌出让批准单位 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 所有即将转让的房源 均为毛批房 从交付至今没有住过人 而且净得钱产生的相关物业费 取暖费和水电费用 由原产权人负担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房源转让严格执行 北京房地产调控政策 只有具备北京购房资格的人才 可以参与竞价 想要参与竞价 首先需要注册成为 北京产权交易所的用户 并实名认证 准备好保证金 及首付或全款 目前前往现场预登记的 主要来自两个渠道 一是自行前往 并在网上自主竞价的客户 主要按揭合作方位 建设银行 二是通过链家带看的客户 由链家协助相关事项办理 流程上 第一步是选定房源 并缴纳保证金 保证金为底价的30% 缴纳截止日期 是9月20日下午17点 第二步 9月21日参与出价 一套房子 如果只有一个出价者 该套房源由出价者净得 如果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净买人 则价高者得 值得注意的是 意向受账方 一旦缴纳保证金 就必须出价 否则北京产权交易所 将没收全部保证金 如果没考虑好 就不要缴纳保证金 一位工作人员告诫 交了保证金 就必须出价 哪怕底价也可以 但不能不出价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 如果做按揭贷款 需要正式净价前 到银行做好贷款前期审核 如果必须贷款 最好是银行审核通过了 再决定是否参与净价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一旦净价成功了 就必须交全款 如果贷款受到限制 很可能保证金就损失了 净买人净得房源后 与朝阳区住建委 签订实务资产交易合同 如果做按揭贷款 还需要进行公证 缴纳完全部款项 包括按揭贷款到账后 双方按照二手房交易 进行过户 相关税费按照二手房执行 多位人士告诉经济观察网 154套 只是第一批房源 朝阳区住建委 在中国铁建国际城 共有400多套房源 除了5号楼和13号楼外 1号楼 4号楼和7号楼等 也有不少房源 房源由来 这次北京产权交易所 转让的154套房源 以及暂未转让的房源 最早可追溯到2008年 当年3月10日和3月12日 北京第六大洲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以21亿元总价 拍下北京朝阳来广营乡 青鹤营一号地 总建筑面积61.4万平方米 彼时 第六大洲房地产 为北京地产商市为学 控制下北京中联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4公司 2009年1月 中联亚以7.6亿元价格 将第六大洲房地产 100%股权 及相关资产和债权 出售给中国铁建 青鹤营一号地 有四幅土地 两幅住宅用地和 两幅商办用地 其中 一杠二号地 后来建成中国铁建 花宇城 建筑面积12.96万平方米 一杠六号地 建成中国铁建 国际城 建筑面积23.3万平方米 多个知情人透露 当年中国铁建 国际城建成后 一部分房源 被朝阳区 住建委等多个单位回购 计划用于解决 职工住房问题 2012年底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 计划暂停 一直空置至今 最近 这部分房源将陆续上市 包括行政事业单位 也包括国企单位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相关住宅转让 均严格按照国有资产 处置流程 进行公开挂牌出让 未来会分批次推向市场 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 这次转让的房源 由中国铁建开发 但产权单位 是朝阳区住建委 转让与中国铁建 无关 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 处置资产 9月18日下午 中国铁建国际城现场 建设银行工作人员透露 目前在建行预登记的 贷款客户有21名 此外 还有通过链家渠道计划 参与净价客户 以及全款客户 北京产权交易所工作人员表示 已有不少人报名 但具体人数还没有统计 经济观察网 根据公布的房源统计 154套房源底价总计 10.77亿元 各方之所以做预登记 就是希望大家选房时错开 别扎推 保证每个想买房的人 都能以底价净得 如果竞争太激烈 还可以等第二批房源 一位现场工作人员表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